各位头条和西瓜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安民 在讲这个视频之前 我想问问视频前的朋友们 你们所听过的这个黑社会 最黑的,它能有多黑呢? 殴打镇一级的镇长 敢殴打县一级的公安干警 敢和县长面对面的叫板 而且啊,想要省这个什么黑老大 想要去抓他 在当地还没门 而最后只能采用异地用警 高达122人的刑警侦察队伍 最终才把这个最大恶疑的 特大黑社会团伙一网打尽 这个特大的黑社会犯罪团体 到底是怎么覆灭的呢? 最终这个事件啊 还得从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说起 马秀梅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 一个女老板 他在山西省山音县呢 有一个房产开发项目 事情最早还得从2014年的一起交通事故引起 2014年的时候 这个工地的一个运送土石方的这个运土车就在这个工地门口与一辆过往的这个电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造成那个爷孙两个人当场身亡 这个事情啊 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 最终呢 结果却惹了一个滔天大祸 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以后啊 这个工程方的这个马老板 自己呢 也是主动的去看望了这个事故当事人的这个家属 结果被害人家属呢 却提出了一个两千万的一个天价索赔 马老板一听这个索赔金额啊 当然也不可能就这么答应的 于是打算等这个公安干警 把这个事件前前后后啊 调查一个水落实处以后 最后再按照这个国家相关的法律 进行了一个赔偿 可是这个事件呢 不是按他本人的这个预计来的 当天晚上啊 这个工地呢 就来了一大拨人 就把那个整个工地啊 通过白布围了个水泄不通 你想工地都围起来了 第二天还能开工吗 结果第二天快要上班的时候 工地呢 又来了一大批人 在整个工地呢 抛杀纸钱 向整个路人呢 印发传单 就说这个项目买不得了 怎么怎么样 而且还把石子装在棺材里 而且就停在这个工地门口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工地还能开吗 当然不能了 来闹事的人 还与这个工人呢 发生抓扯 这些人呢 态度是非常嚣张啊 闹成这个样子 工地没法干了 马老板呢 最后只能报警 结果啊 前来处理的这个当地警方呢 并没有对这些闹事的人进行一个什么处理 也没有对他们阻挠这个工地开工 做出任何处罚与任地 所以说这伙子人呢 更加嚣张了 眼看着自己这个工地迟迟不能动工 马老板呢 自己是心急如焚 每天的这个工钱 以及那个资金利息 让马老板呢 也是一筹莫展 马老板也是在多番的一个打探下呢 才知道啊 自己结果是惹到了当地有名的一个黑社会 原来是死者家属找到了当地的那个黑社会 让他们呢 来要更多的钱 在自己工地上负责的是叫一个鱼海的人 可是呢 这个鱼海还不是真正的老大 鱼海的上面还有一个人叫朱强 这个朱强才是真正的这个老大 相当于只要把朱强这个人 要搞定了以后呢 工地呢 才能够开工 最后这个马老板没办法 也是只能硬着头皮 去找这个朱强呢 进行了一个谈判 这个朱强最开头呢 也是开价2000万 最后啊 经过几番周折谈判以后呢 咬定500万 少了一分都不行 相当于没有这500万呢 这工地是绝对开不了工的 马秀梅看这个工地 是迟迟开不了工 真的是心体如缝啊 但是呢 也没办法一下子就答应对方的 那么高额一个赔偿 所以马秀梅啊 也是一方面 向当地镇政府 进行了那么一个沟通 而且呢 同时向三英县政府 进行了那么一个举报 最终啊 三英县也是指导当地镇政府 最终再一次和这个 马秀梅以及朱强 进行了那么一个协调 可是就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啊 却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件 当地过来调解的这个马镇长 最终啊 说了公道话 没有帮对方那个朱强说话 这个朱强 竟然因为过来调解的这个朱镇长 没有帮自己说话 结果把过来调解的这个朱镇长给打了 你们说这个是有多嚣张呢 把国家公职人员给打了 我觉得在普通人 大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结果啊 他们打了以后还什么事都没有 这事相当于他们继续闹 还没完 眼见着马镇长都被打了 所以说呢 这个马修梅一看啊 这事啊 不给钱貌似还真不行啊 这个马修梅所以说最终 也不得不向对方这个朱强 做出一个妥协 最终啊 就支付了这个500万 给了这个500万以后啊 马修梅想着 这工地区应该可以正常开工了 这个项目还可以正常推进了 对吧 可是事件远远不是他想的这么简单 由于这个工地这么久没开工以后啊 而且呢 当地造成了那么很恶劣的一个影响 与当地负责承包的这个承包商 也发生了很多纠缺 当地已经没有人 再愿意继续来修自己的这个楼盘了 所以说造成这个工地 仍然没有办法继续开工 而且同时呢 自己的几个股东 也还要退股 就说呢 要把这个钱给退回去 把有些呢 也退了 而有些当然也没退 这个时候啊 马老板居然又接到那个朱强的电话了 什么电话呢 钱不是都给了吗 这时候这个朱强说啊 不是有人还没退股吗 对吧 这个没退股的钱呢 就是我的钱 什么道理啊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没退股的就是他的钱 最终朱强说啊 这个没退的钱了 我自己也算了一下 合计呢 是2700万 2700万 2700万啊 这个简直比明强还要明强啊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马秀梅一听这个话 简直自己都懵了 给了500万又引出了个2700万 所以说这一次啊 马秀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答应这个2700万的啊 于是对方就各种的胡搅蛮缠 各种的威逼利用 就想威胁这个马秀梅和他的弟弟马建军的就范 眼见着这个马秀梅姐弟啊 始终不肯就范 这个朱强呢 也是又派了自己的那个兄弟们 又来把公司的这个所有什么电脑啊 账本都给抢走了 可是至始至终 马秀梅姐弟呢 始终都不肯答应 要给这个2700万 所以说对方也才不停的用其他手机号来威胁这个马秀梅 每次呢就发那个 你注意安全 就发那么几个字 注意安全 也是在不停的这个威逼下啊 让这个马秀梅姐弟俩简直是有家都不敢回 是一年多都不敢回自己的家 有时候住在工地里 有时候还住在其他地方 过的简直不是老板的生活啊 这不到了2014年的时候 马上就要过年了 马老板也是要给自己的这个农民工兄弟 发过年的这个工资钱了 最终呢 马秀梅让自己的这个弟弟 去取这个钱来发这个工资 但是出门前呢 马秀梅也是一再地叮嘱自己的这个弟弟啊 取钱以及走的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全 马建军也是听了姐姐的这个话呀 整个过程呢特别的小心 所以说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这个马建军呢 也是一路专门找到了一个很僻倾的冰果入住 而且第二天早上 马建军是天不亮 就专门出发了 他就想呢 趁这个天没亮的时候 比较安全一点对吧 把这个钱送到工地上 就发给这个农民工兄弟们 结果呢 当他把这个三大皮箱的这个钱放到货备箱以后 然后正准备去开车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马建军挨了闷棍子 他直接被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被打蒙了 打得头破血流 倒在当地 结果是路过的路人来帮忙报的警 警察到了现场一看 钱是一分都没有少 后面也是在多方的一个追查下 才在那么一个很不起眼的那么一个摄像头下 调查到了来跟踪这个马建军的 那个黑色桑塔那叫车的车牌号尾号 事件发生以后 姐姐也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情况 得知自己的弟弟被打成重伤 马修梅啊 也是自己一下就明白了 这事是谁干的 于是呢 把这个事情也告诉了当地的那个警方 而且呢 也不断的开始上访 马修梅这次呢 也是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和对方干到底 而且这个马修梅运气很好 刚好撞到这个2018年 国家打黑除恶这股风 所以说呢 马修梅最终这个案子啊 都转年少太轻狂 举起了手中的酒啊 今生就做朋友 就算天高低后 咱也要一起走 时间像流水 就像黄河水在流 多少时光就已去不再回头 朱强被宿罪并罚 被判罚了 25年的一个有趣徒刑 朱强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一个最终覆灭啊 最终还是意念了那句话 叫天网魂魁 疏而不漏 打黑除恶 除恶无尽 好了朋友们 今天下面的分享呢就此前 好了谢谢大家 有无穷的力